夏天日常夜短,天气一炎热,早上秒鸣蝉脏,夜间温定银爬,家之处热席人,人们往往夜间入睡时,早上醒得早。 不仅睡眠时间短,而且睡眠质量也不高,这就更需要通过午睡,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。 午睡虽不是主要睡眠,且时间短暂,但它却对人体有很多好处。 一,减少脑溢血,有资料显示,午睡可大大减少脑溢血的发病机会。 据统计,在中午12时至下午30这段时间内,脑溢血把病数最少,医生建议高血压患者以午后小睡,不超过一个半小时,以减少脑溢血发生的机会。 二,预防中暑,由于中午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,人的中暑大多发生在中午前后,此时若能来个午睡,放松静养一下,会降低中暑的发病率。 三,恢复精力,夏季周长夜短,体温很高,而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,消耗较大,容易使人产生疲劳的感觉。 因此,午间睡一会儿,对调剂身心,增强体力,消除疲劳,恢复精力。 提高午后工作效率具有良好的帮助。 午睡也有很多讲究的事情,要想睡得好,睡出效果,还得注意以下三个方面。 一,正确的午睡姿势,理想的午睡应该是凭握或侧握,不宜覆握,也不宜覆安午睡或坐着打盹。 不宜覆安午睡或坐着打盹,都已引起脑部供血不足,造成偷晕乏力,视觉模糊,额耳鸣不适等。 时间长了还可引发脊柱变形,腰肌老损等病症。 俯卧时,应需歪头侧颈,且胸部受压,腰椎前途增加,亦产生多方面的不适。 屏卧和侧卧可保证大脑供血,有利于大脑功能的恢复。 二,不能吃太饱,要保证午睡效果好,需要注意,午饭不要吃得太饱。 饭后伤势休息后再躺下,睡时采取有侧卧的姿势,并放松腰带,这样有益于消化和心脏健康。 此外,不要睡在风口处,腹部要加感冒筋肺,以免着凉感冒。 三,午睡时间适当。 即美国召开的一次睡眠学年会的研究报告,午睡效果好与不好,关键是何时睡和睡多久。 专家们认为,最易入睡的时间是在中午人体警觉自然下降期,即清晨觉醒后八小时,或来进入睡前八小时。 在这期间,睡一个小时可使人恢复精神。 而较长时间的午睡并没有好处,睡久了醒来反而更困倦。 这是因为午睡延长,就容易进入更深的睡眠阶段,从这种绕开醒来,就像半夜背脚醒一样不适。 即使是午睡使他们更有精神的人,在午睡起来后五到三十分钟内,起反应时间及各种智力测试成绩均下降。 午睡虽然舒服,可千万不能一睡,一下午啊,还是要遵守注意事项,不然是被公罢可就不好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